现在的她仍旧未婚 但却活出不一样的自己 面对阳光努力生活 从中可以看出 男人好坏与否 能直接影响到女人的一生 而有珍现在也跟车助贺一样 都在银行认知 不仅如此 有珍所认知的地方 就是车助贺所在制行的主播 而这也为他们下次的相遇 摆下福 地铁呢 这个女人又不是豆腐 这个斯文败蕾 故意走到她的生活 然后前兄天后被紧紧地挨着她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在有珍的高中时代 当时因为年幼不懂事 吃了大亏 但这次有珍不会让她轻易得逞 就在斯文败蕾 再次故意撞上来时 有珍抬起十米细高 跟踩向她的爪子 斯文败蕾顿时嚎啕大叫 随后转头 蔑视一笑 下地铁时 有珍还不忘教育一下斯文败蕾 说着不要再这样活着辣臭小子 走出地铁的有珍 心情完全不受 刚才被轻薄的影响 满脸笑容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以前是整天眉头紧重 有个气人的老公向你 没有家庭束缚的有珍 活得更加散播 同这也是个喜欢开玩笑 非常幽默的女常人 无便的是 有珍的妈妈 因为太过思念去世的老伴 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经常偷偷跑出门 找不到回家的路 幸幸的是 现在的有珍 有了一个更加体面的功夫 也有能力请个阿姨照顾妈妈 但是命中注定的原因 真的会轻易就断开了 这天有珍到便利店买东西 到柜台结账时 在旁边的盒子上 意外发现一部手机 有珍原本想提醒一下老板 但看到她那暴走的脾气 想着也许老板 会直接把手机卖一弯 于是自己带走手机 等着手机主人的联系 有珍同事一眼看出 手机不是她自己的 这时有珍的幽默细胞 开始活跃 说着I.O.A 最近再和已婚男谈场 无法实现的恋爱 骗了同事后 又说是开玩笑的呵呵 而有珍在看到手机壁纸时 一眼就看出这个男人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还祈祷照片上的女人 是她的妹妹 而不是老婆 殊不知 这个男人就是在前世 抛弃她的老公车祝贺 但等到双方约见的时间时 意外又发生了 在咖啡店等待车祝贺的有珍 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将手机交给店员后 急冲冲地走了出来 而刚好快到门口的车祝贺 弯腰捡到东西 转头还给学生妹 两人就这样完美地错过了 但他们两人很快又会见面 车祝贺所在之行 急需补充人力 而有珍恰好就是被银行总部 派过来支援他们的人选 当祝贺看到曾经的妻子 再次出现在眼前时 脑海中竟再次出现出 有珍泼辣的一面 看来祝贺对有珍的恐惧 已烙印在灵魂深处 曾经的老婆变为同事 祝贺又将何去何从呢 与此同时 祝贺所在之行也将会出现 一次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危机 一个银行之行 如果丢掉大企业50亿的答案 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 经手的员工会第一时间被问责 就在刚刚 这个男人在办公室 跟女同事搞暧昧 女同事无意间将要审查的贷款资料 推进废纸箱 可等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银行新来的小弟 正将他推进粉碎机里 因为银行没能及时放弹 这个大老板打算单方面 结束和他们的合约 而犯下严重失误的男职员影中后 也已经做好最坏的男子 作为好兄弟 祝贺的豪门女婿的作用 也再次体现出来 祝贺赶在大老板和别人签约前 及时找他的岳父帮忙说情 好兄弟的职场危机也因此度过 但这件事不能完全怪尹中后 他之所以会犯下此等严重错误 其实也是祝贺穿越后 带来的连锁反应 祝贺还没穿越前 尹中后是拥有两个孩子的爸爸 祝贺穿越到过去后 当时为了赶上和女神学妹的约会 抢了尹中后的出租车 殊不知 当时尹中后也是因为 没能及时赶到机场挽留女朋友 才导致他从以前的已婚 变成现在的黄金单身海 而祝贺的大学死倒了他的内部 因为他和女神学妹的婚姻 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气得他当场暴跳如雷 这天在上班的祝贺 手机突然收到大量的消费奖劲 这是他老婆的杰作 心情不好就会疯狂勾销 祝贺并不关心会员 为何会心情不好 只是不理解父家子女的脑回路 为何会如此弃弹 就在会员转身去换衣服的时候 祝贺发现冰箱内 一口未吃已经过期发霉的各种食物 想起前世的友真是如此的节俭 就算是过期几天的食物 也不舍得丢掉 祝贺也只是安慰自己 就算是再完美的女神也会有缺点 就在这时 祝贺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 妈妈抱怨儿子 就连过年都不回家看看 总觉得儿子被别人抢走 祝贺能住上别墅 开上豪车 拥有令人羡慕的一切 都是会员赐予的 听到妈妈略嫌委屈的语气 祝贺内心也十分难受 第二天上班前 祝贺希望会员周末 能和他一起回家看看 可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 又怎么肯去乡下喂蚊子呢 会员抱怨乡下的房子 太小住着不舒服 拒绝了祝贺的要求 看到会员满脸都不情愿 祝贺也只好无奈地去上班 不曾想 会员的大小姐脾气又开始发作 正准备外出疯狂 go shopping 没想到一个小奶狗的突然出现 让这个大小姐彻底沦陷 小奶狗为或允许直接钻进她的雨伞 会员并没有对小奶狗的无理主动 表现出任何不满 之后更是偷偷地摘掉戒指 和小奶狗在雨中浪漫前行 晚上在家泡澡地祝贺满脑子都是 即将要成为同事的有真 她想不通 明明已经改变了命运 又为何会在 她交织在一起 然后又没有出息的问会员 能不能去岳父的公司上班 但从外面的会员口中得知 当时是自己死鸭子的 拒绝岳父的帮衬 要凭本事生活时 她只好尴尬地结束这个话题 而在外面收拾雨伞的会员 满脑子想的 则是白天遇到的小奶狗 不知不觉间 居然露出痴女般的笑容 第二天 会员不由自主地 走到和小奶狗 初次相遇的地方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 还是小奶狗提前埋伏 小奶狗竟再次准时 出现在她面前 然后再次展开温柔公示 说着上次说再见的话 就是得请你吃饭了 会员嘴上说 不要身体去很诚实 稍微侧身后 再次将戒指却散 没想到中途杀出个成养金 会员含酸几句离开 脸上的表情 别说有多尴尬 这时小奶狗女友 才认出 会员是GK集团的独生母 小奶狗知道会员的身份后 望着她的背影 开始盘算着什么 也就是在这天 终于迎来有珍 在祝贺所在之行 第一天上班的日子 祝贺看着眼前熟悉 而又陌生的有珍 眼里除了恐惧 还是恐惧 尽管知道有珍 没有第一人生的记忆 但是看到她 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眼神 祝贺依然有种 被看穿全部心思的恐慌 当有珍说出 是自己捡到她的手机 现在才认出她时 祝贺才如释重负